我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那么这样一种转折 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我们讲以下五点 第一 全会重新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 也就是通常人们讲的认识路线 它是指人们在认识问题的时候 一种方向 一种途径 一种原则和方法 思想路线正确与否 直接决定着我们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革命和建设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所以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 这样一个充分的酝酿讨论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所以这样一个转折 是带有方向性的 是根本的一个转折 第二 全会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政治路线也就是我们遵循的一种 根本的基本的路线 也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工作重点的问题 所以三中全会果断地做出了 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样一种战略决策 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这也是八大以来我们正确路线的一种恢复和发展 是在新的一个历史条件下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 第三 全会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那么通过这次会议 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 特别强调集体领导 特别是通过这个三中全会 邓小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这样一个组织路线 保证了我们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正确的贯彻之行 第四 就是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 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健全党内法规 严肃党纪 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 人人都要遵守纪律 只有人人遵守法纪 这才能够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地运行 特别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 必须有充分的民主 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全会还特别强调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必须坚决地保障 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的法治 使社会的法治 制度化 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使这些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 这样做到有法必义 执法必言 违法必究 第五 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开启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全会讨论了1979 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提出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的比例失调 搞好综合平衡这样一个问题 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 认为农业国民经济的基础 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讲 现在还十分薄弱 只有大力的恢复和加强农业生产 才能够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全会还提出要实行一些改革的政策 特别是一些管理的体制 管理的方法要进行改革 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革命